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 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 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 深入解析 多面向的透视中国 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各位听众您好 我是主持人张震宁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 这样看中国节目张震宁时间 我们今天节目要谈的一个主题是 中共二十大之后出现一个所谓的大潭草 就是说整个席卷而来 中国是不是有一种加速崩解中的一些迹象跟现象 很高兴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来宾 第一位是袁建发 袁老师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是吴舍智吴老师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我们来请教一下这个袁老师 那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大框架下面 就是说中共这个二十大之后 整个人事布局也好 或者说中国的一个政情的政局的一个发展 我们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现在是一个习近平定于一尊的一个状况之下 那习近平最近这一两年三年 他们其实对面对国内的一个最重大的一个问题 那当然就是跟COVID-19的这个疫情有关 那习近平定于一个号 就是把这个疫情的一个管控的一个问题 就所谓用清零的一个政策 风控清零的一个政策 管控这个整个中国大陆的一个疫情 那但是整个管控的一个模式 虽然这个疫情的一个防疫方法很多 那策略也很多 可能大家的做法不太一样 但是中国这个部分也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虽然目的或者说出发点 好像是为了这个控制疫情 让人民不至于大规模的一个感染一个状况 但是很多在地方政府 或者说他们自己这个一些中低阶层的一些干部 乃至于第一线执行的一些相关人员的一个方式 相当程度我们都看到很多地方很多事件 都蛮多的 就有些在这个执法的过程罔顾人道 出了很多的一个问题 那等等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呢 因为时间也久了 从这个三年左右了嘛 三年前都一直这样的一个政策跟管控 那不断的一些做一些核酸检测 核酸检测的一个模式 其实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那个要被戳鼻子 或者说其他的方式都是蛮痛苦的 然后如果是要付费的部分 那索费也不至 尤其对一些所谓的外商或外国人来讲的话 那也是一笔开销 最重要的那当然是一个人生的一个不自由 那很多你被有时候一个小区一个小村庄 有时候变成一个大区城镇一个第一线城市的一个大规模 封控乃至于整个省最后大规模的一个完全的一个管制 那管制就是人就变成不能进出嘛 那有时候一些民生必须要的一些物品 食物等等都没办法补及上来 所以也造成很多的一个现象一个问题 那现在说以至于这样的一个大框架之下 很多单点事件 就是说对这个所谓清零风控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抗争 或者说一些突破等等 但是很多事件我们看起来这些都 以人民的角度来看 那应该是合理的 因为他们自己有时候真的是涉及到 人生自己本身的一个 食衣住行的一个很重要贴切的一个问题 不能够满足的时候 当然就会起身反抗 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我们就看说 即便是这样子 但是中国目前的一个习近平一声令下之下 那我们在二十代也看到 强力严格执行这个所谓风风政策 前这个上海书记这个李强 也已经入围了 就是已经升官 过不久可能还要当那个总理的一个部分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 可能中国这些干部们就想会有样学样 管这么严然后强力霹雳手段去压制去管控 结果是可以升官的 那这样子他们就有样学样 乃至于一些手法上 现在非常的一个粗暴 那当然人民的一个反抗都一直不断的一些传出来 那这样的一个状况下 我们就有一个质疑 点的部分 就是说在抗议 或者说对中国不合理 不能道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抗争上面 我们不断的会看到一些点来发生 爆发 但是一个面或一个线的一个串联 感觉上又好像很难 乃至于这些人民的声音 或者说一些想要改变中国目前政策的一个模式 一个可能性 好像都看不到 我们就怀疑这中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是不是请这个严教授来帮我们做一个分析 我想这个问题是相当多条线 很复杂的 对 那根本上就是说 因为过去我们看到邓小平时期 他就是用摸石子过河 渐进的摸索的 然后比较温和的这种soft landing这样做法 所以人们已经习惯这种方式 而且其实这样也把中国的整个精力 还有社会力都发挥出来 到了习近平 他走另外一条毛的路线 就是要中央集权 而且一切管控 以管控为主 所以你可以看到人家说 治国如烹小仙 你不能要慢慢的来做 你不能一下子煮太烈 太强的话就受不了 这里面的问题在于说 过去他一直都好像满顺的 因为他从2013年开始执政以后 开始打贪腐 把群都集中过来 所以你听不到有一些不同的声音 但是你可以发现说他越来越紧以后 人民的那种空间就越来越小 可是没有人敢反对 而且在去年2021年的风控其实做得相当好 中国疫情控制相当好 因为当时大家的疫苗还不成熟 然后还很混乱 所以他当时去年的经济成能力很高 所以他一直觉得说他做对了一个事情 他一直讲说要全世界向他学习 向他学习 中国模式 中国治理能力 英语的奥 治理能力很强 结果倒过来刚好相反 发现说今年从4月开始 因为3月开始对上海的很严格的风控以后 情况有变 变往很大 对 而且他影响都不只是上海 因为上海是整个经济的核心 经济的心脏 他一封锁以后 所有金流物流人流资讯流都整个断掉了 然后很多外商的分分要跑掉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已经是有点失控了 再加上现在这一次上来的这些班底 几乎没有学科技跟经济的 这很外行 所以大家就更没有信心 所以在公布那个名单的那一天 不管上海香港 深圳的股市会是 还有在市全部都跌 房市都跌 跌得很厉害 这就表示说人们对他不信任 这种不信任有时候很难说 就是说人家对你的方式不信任 因为你的是采取比较积月的做法 一刀切 然后又集权各种要听党的这个作为的说法 还有这些下面又开始奉他为圣旨 搬得来来做 所以整个你看这一次的逃亡潮 不是只有富商 不是只有中产阶级 你一般人一般人是没办法逃离国家 可是他会逃离这个像富士康工厂 富士康那个事件 所以你发现说这全面性的这个逃亡 逃亡就是逃亡这个体制的设置跟限制 这样的结构限制其实是一个全面性的 它不是一个点的问题 它是全面的 而且习近平还要把所有的权集中在他手里 让大家都更对他不放心 尤其在他的19大报告 这一次是20大 19大报告就已经提到说要强化党的角色 强调公有体制 这一次又更进一步 我看很多的坊间都提到说公私要合营 那等于就是其实就是公家把私有企业把它并进来 把它吃进来 对 所以这让很多的事好不容易创新的几十年的人 发现一期之间他可能回到以前的样态 所以这个让很多人对习近平是没有信心的 我想这些零零种种的 尤其商业是都是领先的 领先的这个社会的这个脉动 所以商业一有变化 大家就感受到那种压力 那市集小民就开始觉得说 开始抛售股票 抛售房子 把小孩子送到国外去 所以我想这一次的这个点黄潮 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刚刚那个严老师讲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个案 就是这个一个事件 其实我觉得中国听众有些可能不见得 完全知情 那这个事情就是富士康的那个员工 好王朝这个事情 就是说那个情况是这样子 是说因为郑州的部分 疫情爆发的比较严重 所以他们后来一下子 中央跟那个地方政府就一直命令下来 就把整个郑州就封城了一个政策就出来了 那富士康这边也是完全就变成 限制他们这个几万的一个员工 就十万的员工完全就被隔离 但是一隔离下来 他们那个就刚刚讲的 就是其实他配套措施做得不好 食物也不够 然后人生又不够 活动空间又不足 那甚至有些觉得 我本身很健康 可是现在你把我跟那些混杂在一起 跟一些可能染疫的一些人混杂在一起 他就比较担心 所以就出现 纷纷出现所谓的一个逃亡草 从这个厂区要逃亡出来 那厂区其实不是被管制 也有人在做一些限制等等 那这个逃亡呢 为了要逃出来呢 那现在中国用什么方法来管控 他们有所谓的健康码的部分 所以他们那个等于是 你的人的移动 或者说一个状况 你如果不在该有的一个位置 或者说该有的一个地方的时候 那健康码会有一些颜色的一个区别等等 所以他们就真的是包花款款 整个包袱就把它整一整 然后就开始就往外跑 往外逃 那个状况也蛮特别的 就是说当这个几万人 几万的一个富士康的员工 逃离场去的时候 他们因为我刚刚讲的嘛 因为健康码的一个管控 他没办法去搭乘 这个所谓的大众运输交通工具 你搭火车也不行 你搭这个公车也不行 那因为你会健康码 一上去刷一下 你完全就知道你是被管控的一个人 所以变成说 那他们只好怎么办 我们就看了后来 有一些流出的一些画面 他背了一些东西 那些员工就背了一些家当 很简单的一个家当 就拖着他的行李 就这个沿着乡间小路 那个真的是比较荒凉 因为骗农田的一个地方 一些乡间小路 这样拖着行李 你就慢慢的往自己要去的一个目标来移动 更特别的是 当那个人龙人草这样经过的时候 有一些乡村 就是说也出现一个说提供一些水啊 食物啊就放在路边 让这些富士康的员工来去自由的一个取用 那这个现象也有两种解释了 一个解释当然是说 可能其他的民众也同情这个富士康的一些员工 知道他们的一个辛苦 知道他们不得不逃离这个富士康的一个 风控的一个厂区 所以他们沿路这样子 然后又因为健康码的因素被锁定 所以就提供一些食物跟水来 等于是支持他们 这是一种讲法 另外一种讲法是说 其实是这些村民也很担心 我担心如果到时候这些逃往的 那个因为他没办法搭交通工具 然后为了要吃东西或怎么样的时候 跑到村子里面来 或者说简单一点 可能就找一些餐馆吃个东西或怎么样 那复杂一点到时候连这个都没办法的时候 会不会闯到一些民宅里面去 跟他们索取一些食物等等 那如果他们跟这个富士康的员工 有所接触的时候 那一样就变成他们自己的健康码 也会变成那个被锁定的一个目标 那变成下一个阶段 被他们限制行动自由 他们被管制的可能就是那些村民 所以整个因为这样的一个政策 变成其实相当的一个扭曲 人性的一个扭曲 那这些逃亡的员工 你看四处等于是投奔无门 厂区也不能留 你整个当然你也不能去住一些旅馆或怎么样 到最后能够最后能够收容他们的 也只有他们自己父母的一个家庭 一个家能够收容他们 所以这样其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事件 那个部分相关的一个分析 我们待会再请这个吴摄之吴老师来分享一下 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 先休息一下 无限的爱 向全世界传开 永恒的关怀 来自台湾之一 RTI 从两岸国际历史文化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9点30分到10点 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 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 有任何收听想法或意见 欢迎寄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 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 节目有两个信箱 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news.gmail.com 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与支持 请持续锁定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9点30分到10点播出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不限的爱 向全世界传开 永恒的关怀 来自台湾之一 各位听众您好 我是主持人张正宁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 《这样看中国》节目 张正宁时间 我们继续来探讨 刚刚讲到风控的一些奇奇怪怪的 一个现象都跑出来 我们刚刚讲到富士康的一个故事 其实还有几个故事 我们觉得蛮值得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就是说像在河北省 就是说11月初的时候 也发生了一件事情 其实河北这个保定那一带 就是说也是因为疫情的一个状况 然后也做一些封控跟管制 那结果前一阵子就有一个男子 就是说他拿了刀 开着车 然后要去闯关卡 因为相关的一些单位 就已经把那个道路 或者说社区 整个都封锁 管制下来了 那为什么这个年轻的一个男子 会拿着刀 要去开着车 要去闯关呢 原因就是因为 刚刚讲的 我们上一阶段有提到 因为民生物资的一个补给 相关的一个配套 做得不够 家里头他有一个小孩 小孩到最后 连牛奶都没有的喝了 所以为了小孩子 他其实就 等于是也是肝冒大忌 就是说整个 整个卯上了也不管了 所以也是一个 附近的一个大爱 那结果就拿着刀 去闯这个关 就被拦下来 然后也被相关的一个单位 就带走去做调查 那后来这个事情 也是爆发开来 然后被传开来以后 媒体 中国的媒体也有做一些报道 结果有一个 比较特别的一个状况 就是说 其实这一次 反而是一些 你说一些意见领袖 中国的一些网红 或者是媒体 对这个男子 就有一个 比较同情的一个角度 跟分析 就有在声援 这个年轻的一个爸爸 就讲说 他们也是无畏杂成 就是他们 当然一定要先打 独打 五十大板 先打五十大板 再说 直刀闯关是不对的 也是违法的 但是 如果小孩子 自己的小孩子 连奶粉都没得吃的时候 等了很长的时间 都没办法解决的时候 你让这个做父母的 能够怎么办 所以后来这个事情 虽然感觉上是一个 冲撞体制 对这个中国的一个权威 是一个很大挑战 但是因为舆论的一个状况 还有社会的一个氛围 那到最后相关的公安单位 也仅仅是说 对这个年轻的爸爸罚款 一百人民币而已 那甚至还主动去帮他 解决这个牛奶的一个问题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 特别的一个案例 那另外有一个 就是说上海的迪士尼 他们这个后来新闻的 媒体的一个报道跟标题 就是讲说 上海迪士尼太好玩了 玩到晚上十点多的时候 都还回不了家 那为什么太好玩 原来也是因为 这个上海迪士尼这边 这一带 因为在十月底的时候 突然 他们在中午的时候 就宣布这个 极其暂时关闭 那因为也是因为 发生这个附近有一些 没有通过核酸检测 有一些确诊的一些个案 所以他们就一下子 就突然就宣布 这样的一个状况 好你关闭就关闭嘛 就让大家回去不就得了吗 他们做法不是这样 他们做法就是说 我先大家不要动 你现在在里面 让他们在那边等 说你要离开这个 迪士尼园区 你要先做核酸检测 等核酸检测的结果出来 是阴性的部分 你才可以离开 结果搞到里头 这么多人 也是排队大排长龙 我们看了一些画面 也是大排长龙 结果大家就在那边等 为了要离开这个 迪士尼乐园 等了十几个小时 到三更半夜的时候 才让他们离开等等 所以在我们看来是非常荒谬的一个现象跟措施 但是中国大陆就是这么干 所以这个部分这个设置 你是怎么来看这些独立的一些事情 然后还有中共这些所谓的一些 最高层政策的一个指令 以及中层基层执行的一个状况 我们其实观察中国不仅是在防疫这方面的政策 其实许多政策都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所以在习近平他坚持在推动动态清零 这个方向不改变的前提之下 当然各地方他必须要落实相关的要求 不过地方一落实这样的要求 都有各自的做法 所以我们会看到 其实在不同的地方都会出现一些 就是比较我们认为比较荒谬 或者是难以想象的一些事件 比如说像在河北一间中学 那学生家长都不知道 然后就被不知道送去哪里隔离了 或者是做分流了 自己的子女忽然间就被消失了 对这个家长还求救无门 都不知道孩子到哪边去 甚至说到底他们去做核酸的结果是什么 等了好几天都没有结果 学下来没办法交代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 其实在这个防疫的问题上 在中国当然在今年4月的时候 就已经内部有一些讨论 就是说他们有分所谓的要清零派 还是要共存派 那最后当然就是这个 谁当了这个未来的总理 他坚持这个清零派 所以看得出来 其实习近平在这个 动态清零路线上 其实非常坚定 那进入到二十大 当然依照习近平的逻辑 来思考他的防疫路线 他会认为说这是一个政治问题 而不是科学的问题 那为什么是政治问题 因为当防疫没有采取这样的一个 比较严格的措施 恐怕会让这个未来 他的一个 不论说他的政治地位 或者是中国整体的颜面都会扣分 甚至是说可能因为疫情的扩散 因为之前其实中国把自己 在这防疫的事情上 有点像打肿脸充胖子 不论就疫苗的有效性 或者是跟世界走相逆而行的防疫道路 他无非都是要证明说 中国的制度优势 或者是所谓的跟西方国家 进行所谓的制度之争 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 习近平所推动的动态清零 他当然看起来他很有自信 但实际上衍生了很多的问题 但是这些问题 其实他采取的对策是不断的压制 所以我们会看到 其实防疫在中国各个地方 他所呈现其实有两个面向 第一个是他出现人道问题 就是人道问题 刚才其实主持人跟严老师都有提到 这个富士康这么多十万个员工 被关在场子里面不得外出 用餐都必须在宿舍用餐 然后再是他能够工作的人 都是在集体在小小的空间里面 所以这个其实都有所谓的 对于人的一个对待上出现的 一个很大的一个瑕疵 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第二个他其实就遇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所谓的身家财产的一个问题 我们看到其实为了防疫 像在内蒙就出现一个女子突然跳楼 跳楼了 这个事件其实会让大家去念想说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当然有些揣测认为说 这个是中共官方为了防疫所采取的 一个所谓的泯灭人性的做法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现象再看到 其实在一开始我们有 严老师也提到 在这个防疫的过程当中 其实也加速许多的外戚 他为了经营商的问题 或者是整个中国可能会出现 一个社会崩溃的压力 所以大逃亡 有大逃亡这样的一个现象 所以他们所担心就是 习近平不断的一个加温 在这个对社会的管控 控制从疫情或从经济 或从产业 冥想可能他们未来 他们可能很多的财产 或者是不只是身家财产 出现安全的问题 可能会被充公等等 这些都迫使他们要离开中国 所以在这样整体的一个防疫措施来看 我觉得其实外界会认为说 可能在明年三月的时候 会采取比较松绑的这样的措施 我觉得可能性还不是那么高 因为主要原因是在于 虽然习近平政治权力上 权威上很稳固 习派掌握了整个常委的喜思 国家机器都被掌握住了 可是社会的所谓的不满的情绪 不断的在升温 有没有看到在北京就有人 举步调来抗议习近平 然后甚至说近期有看到 这个所谓的汽车广告 什么止境不出 就类似这个广告被下架 突然被下架了 所以这个会让 就是他所衍生 就是中国内部社会 其实有一股 就是说对于整体中共的一个统治 或者是说习近平的掌权 或者习近平在这个 对内控制的力道的不满的情绪 正在酝酿当中 那这个酝酿会不会使得 习近平未来当中 更加强力的压制 这个是我们可以值得去 再去观察的地方 一个可能的一个状况 就是当然是变成两条分线 一个可能就更加的一个紧缩 更高压的一个措施 来压制的一个部分 这是以习近平 或者说中国共产党的一个 属性和特性 这个可能性其实蛮高的 但是好像目前也有一些些的 很微弱 我觉得蛮微弱的 一些些的一些主张跟一些声音 也都传出来说 未来就如同这个 设置刚刚也有讲到 明年三月或是怎么样 可能对外资上面的一些资金的流动 或者说一些措施会稍微做一些松摆 但是最基本的还是就是所谓的一个 动态清零这个政策 这个政策到底会不会做一些转向 或者是改变等等 我觉得如果是不是有一种可能性 说他有一个下台阶 那比如说最近 我们有看到一个前中国的 首席疾管局的一个官员 这个叫曾光寨 其实他在一个外资主办的一个会议上面 他有提到说 因为最近这个中国对这个COVID-19政策 会有一个比较实质性的改变 他说因为可能是新疫苗的一个问世 还有可能中国在抗病毒的研究方面有所进展 其实曾光寨这个讲法 其实就是一个给中国高层一个下台阶 之前德国总理萧芝去中国做一个拜访 那其实也是二十大前前后后 西方国家对这个中国这么采取 这么样大的一个对抗之下的一个氛围 那萧芝去大陆走这一趟是一个第一个 等于是西方联盟的一个第一个国家元首 显然这个部分 萧芝当然去中国为什么 当然是要去做生意的 所以陆续中国在这个防疫的部分 就传出来说 要对德国这个BNT的那个疫苗的一个大厂 这是他们生产的一个疫苗 其实BNT跟那个上海复兴也有一些合作 所以他们可能未来会采用BNT疫苗 那这个跟那个中国目前前一阵子 他们其实都全部采用国产的 像科兴这些疫苗等等 那国产的疫苗的效用 或者说一些状况 它的一个成效比较不脏 被质疑比较多 所以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 会不会是最后是给中国一个 可以稍微做一个转型的 那未来是不是也核酸检测的政策 也稍微放松 搭车或者说一些交通的一些管制上面 会比较放松等等 乃至于最后对这个外资 人流的一个管控会比较稍微做一个放松 这又是另外一种可能 就是说其实我们还是很 就是说如果用一个比较大宏观的一个角度来看 当然是希望说那个中共的一个管理 或者说那个执政的一个阶层 能够顺应这个世界的一个潮流 不要为了一个面子 或者说为了要跟这个全世界来做 所谓的制度之争 说我们自己做的一个防疫政策 这个管控是最好的 全世界的一个榜样 那其实已经不是这样的 世界发生 世界的走向已经不是这样的 那你还是这样子的话 其实不是一个好事 那以上是我们今天中央广播电台 这样看中国节目 节目到这里告一个段落 谢谢